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1895年清政府战败 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割台湾岛与日本期限为99年 后1945年日军二战失败投降 台湾因此回归 至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长达50年之久 50年中发生了什么? 日本实行奴化教育 从学校课程设立 到法律 宗教 文化习俗 甚至是语言 将台湾人进行彻底的同化 所以 很多台湾人受日本文化影响很大 现在这样说你可能感受不到 毕竟离我们很远 之前中国流行一股寒流 我们看到很多韩国电视剧 韩国的综艺等等 对这个国度充满好奇 甚至有的年轻人 模仿电视剧中韩国明星的打扮 家庭主妇也会学习韩国的饮食等等 当时电视剧里明星使用三星手机 对三星品牌进入中国市场起到重要的助力 全智贤是女神级的明星 当时三星也请她做手机形象代言人 文化对人民意识的侵蚀 很容易让你产生爱乌及乌的结果 虽然日本在1945年回归了 但是文化还在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 如果没有经过后期刻意的洗涤 很多人对文化的认知很难改变 这次林志玲选择的是交往没多久就结婚 反看她之前的交往对象 言程序 几经分分合合 最后还是选择放手 就是拖得太久了 时间一久都成老夫老妻 甚至把彼此看得太透彻没有神秘感了 还哪有结婚的冲动呀 邱世凯 林志玲与马桶大亨邱世凯也是纠葛很久 经常传出两人的婚讯 但是还是不成 嫁给邱世凯实际嫁给的不是这个人 而是这个家庭 这个事情也是拖太久了 双方的利益博弈太久结婚后 林志玲一定贬值 对方生意升值 但是也会有永远的流言蜚语存在 反而看清楚本质 二者之间没有啥真爱 完全是各自利益较量 在不断传点言程序的花边新闻 男方家庭背景一定接受不了的 女方尤其林大美女也会觉得无趣 日本老公 反而简单了 是个男的 很健康 外形也行 钱不钱的无所谓 林小姐有 林小姐这次来个快刀斩乱麻 林志玲的老公也是娱乐圈人士 她对娱乐圈工作性质很了解 这一点就不展开分析了 大家自行脑补充 纵上 通过林志玲女神婚配事宜发现的婚恋道理 1. 两人文化认同 2. 两人职业彼此认同 不一定是做同样的职业 但是彼此要能充分接受对方的职业状态工作 or不工作 职业性质等 3. 不要想太多 看得太清楚就没法在一起了